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本票裁定 那关于本票 很多人有一个迷思 就是本票只是玩具 签了以后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有人 有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呢 是因为本票 其实在一般的书店 或者文具行 就会看到可以去买这样 比如说一本厚厚的 然后一大堆本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签过本票呢 我自己啊 生命中离签本票 最近的一次经验 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宜兰玩 那时候要租机车 结果机车行老板 租车店老板 要求我们要签本票 后来我拒绝他 因为我有学过法律 我觉得不能乱签 这样 后来的结果就是 租车店老板 还是把机车租给我们 然后本票我也没有签 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下一次 你碰到要签本票的 场额 你可以拒绝 因为你真的不一定要签 那签了本票以后啊 怎么办呢 有些人会说 签了本票 收到本票裁定之后 去抗告 那这边跟大家说 抗告一般是没有用的 因为抗告法院 只是就本票的形式 应记载事项 做审查而已 一般要把本票裁定的效力推翻 是要打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诉讼 那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诉讼 其实是很不好打的 所以大家下一次 如果碰到要签本票的场合 要非常小心 千万不要随便乱签 甚至你也可以拒绝说 我就不要签本票 这样 因为签了本票之后 债权人就可以 甚至他也不需要智慧你 你就突然收到本票裁定 金额财产被强制执行 非常严重 那还有一件事情 要特别注意就是 如果本票上的金额 你已经还清了 记得要把本票拿回来 或者要求债权人当场撕毁 不要让那个本票 还留在债权人手上 你可能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这么笨 实际上就是有发生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已经还钱 记得本票一定要拿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